回洪灾全命途详解冬略 来轻松暴杀折磨难度 三年多入价后续人第一时间获取新铁最强冬略 1.存护 四倍角色吉帕德 3.7.火主 主要存护命途的话火主是必带的 说断的同时特别得命途回想充能 还特别对友提供道尔减伤效果 这种搭配上表示建议任意主席角色加上两存护 吉帕德火主最佳 最后再带上一代奶妈角色 核心祝福如下 除了存护自身的祝福之外 你才拿一些增伤祝福 比如虚无命途 因为存护的奔裂金德祝福 以及交错回想 都推解敌人死亡裂伤状态 命途回想优先级推荐 凌威强大于军金转变 大于冻金反应 交错回想优先推荐了存护虚无 另一个交错回想有就难 没有也无伤大眼 最后是实战中 大家要对话的路线 武教这人比较推荐直接走直线 这样做配合骰子的话 可以产出值得多的金石区域 实战中的争议才能更加强力 适配角色3月7 吉华特 燕青 如果记忆命途只要拿满祝福 且硬去不差的提供下 即使没有冰属性角色 也可以打出刀瓶冻结 战斗搭配上 不要建议群龙角色加纯虎加奶妈 有练3月7的话一定要带上 此外记忆命途的活祖会比吉华特好用 并且他既可以对群 又可以提动一定的生存保障 如果3月7没有培养的话 也可以选择活祖 塔夫塔 华特等群龙角色 以便于触发取体动机和离生效果 核心祝福如下 总之记忆祝福拿满就好 其次就是减少效果抵抗的祝福 比如虚无的盲目世界 然后训练加速祝福进了多难 可以大家提升阵容的龙挫 最后存负和奉扰中保证生存的祝福 也可以拿一下 同样可以增加龙挫率 命途回想优先级推荐 体验的富翁带于全面回忆 带于第二次初恋 加速回想的话 优先推荐拿记忆训列 另外的有就拿 没有也无伤大眼 敌人根本动不了 离生的版本比赛大大乱杀 三 虚无 四位角色有塔鲁塔 商伯 卢塔 但实际上只要祝福拿满 痛白缺力踩得多 即使没有虚无角色 也得轻通通断 啊 你问输出哪里来 黑大帅的DOT赛全服最猛 没有之一 他就是DOT大西 阵容搭配上有两种选择方案 一 陶塔加三生存位 利用塔鲁塔的引爆机制 多达出几门DOT赛 说的对战时间 二 四保一 保黑大帅 大只要活下来 敌人自然会气死的 核心祝福如下 虚无的生存能力较差 三 虚无的生存能力较差 三 虚无的生存能力 提升队友的生存能力 此外 防御祝福建议拿了三的 毕竟普通引爆DOT的效果还是非常香的 命途回想优先推荐 华语的四重灯大于局外冷 大于突然阳端 回想交叉中 训练交错的拉条 防御交错的普通引爆DOT 都是非常不错的效果 非常建议大家解锁这段回想交错 敌人中竟然多种红白区域 可以增加DOT所造成的伤害 冬略自作不应 大家得武教三连支持一下吧 后续也会更新更多冬略的 四 加入蜂蕾的进化吧 适配三位奶妈角色 包裹后续的灵特 实际上最适配的应该是罗刹 也是最适合平民玩家的命途 毕竟活着才有输出 慢慢多到去就行了 这种搭配上 最推荐的是任加罗刹加蠢户 除了这位置可以上辅助 也可以上你的腹息 实在担心暴毙的话 在家里的生存也未尝不得 在皇一皇在当代的死 武教就有见多蜂蕾的猎物 通断难度5了 此外 长度的主席 加存护加二奶妈的搭配也是可以的 核心注入如下 诸禄是这个阵容核心输出 前期竟然拿了 炎比侠林 这个字牙加诸禄充能的祝福 可以打出不熟的输出 此外 存护和毁灭里 增加龙挫的诸祸也竟然多拿 比如回退避附 和湮灭不等事 命徒会讲优先级推荐 诸法无尔 大于诸法无常 大于无鱼涅槃 如果再一点紧张的话 可以优先拿蜂蕾防御 另外的有就拿 没有也无伤大雅 毕竟整个阵容里 只有罗刹者的虚数 才破落点 但是第一场是 在Boss负药落点的 大家还是根据自身情况 进行选择 上的思路非常简单 主打一手贪生怕死 不需要担心未免紊乱 如果得子拿祝福和奖励 通断更加轻松 5 巡猎 适配角色 隐悦 吸热 以及烈度道的主角色 这种搭配上 基本就是主席加三生存 因为魔力宇宙 根本就不会缺增伤 所以只要活下来 输出自然会有 核心祝福如下 实际中主要拿 能够加速的祝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激赵回忍者的祝福 可以大提升 角色的清赏效率 大家使用其他命徒时 也可以留意这个祝福 仍然一定要拿 此外 生存率的祝福也竟然拿一些 可以提升主席的存活能力 以及队友整体的容错 命徒回想优先级推荐 浙冬威死 大于射不祖皮 大于寿星寻日 要做回想的话 优先拿训练欢愚 另外的友军拿 没有有无伤大雅 毕竟训练风劳的出外条件 有些特特 上中尽量多抓扑满 可以获得道额爆伤加成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遇到毁灭能力的扑满 不要使用AOE东击 不然好像出现 被反击反死的情况 这玩意 五角感觉比Boss还难打 大家觉得呢 六毁灭 优先角色有 任 隐悦 特拉拉 这种搭配上 基本度定位 主席加存护加奶妈 最后一人提上生存位 提升队友的生存能力 也提上主力角色 提升自己的输出能力 恨祝福如下 毁灭还是非常简单的 三中只需要拿毁灭和存护 这两种祝福 几点大家乱杀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 尽量换了碎片 将湮灭不等式的祝福强化一下 可以进一步降低 队友中角色暴毙的特能 此外 如果你的主席不是特拉拉的话 尽量拿到 幻灭命图中这大招 转追压伤害的祝福 会振气而毁灭的 命图交错效度 命图回想优先级推荐 即便面心大于极端特散 大于事件事件 回想交错中 毁灭存护的护盾效度 毁灭欢迎的 回想充能效度都非常不错 最好两个全拿 最差的情况下 也要拿到毁灭存护 三中一路平推战斗 获得增伤 优先打基因端 还得获得额外的祝福 到最后拿上三四十的祝福 那都不是色 七 欢迎 四位角色特拉拉 警员 不过其他主席角色也可以 我们可以通过祝福 将他们的大招变成追压东击 这种搭配上 要么双膝加生存位 要么单膝加三成存 大家可以登记 自身情况选择 最稳的肯定是单膝加三成存 盆祝福颅下 欢迎命图的增伤其道 所以大家尽量多拿一下 生存类的祝福 如果主席不带追压伤害 一定要说了 大招转追加伤害者的祝福 没错 交易区买的也可以 总之一定要有 其次是 击杀回能 以及击杀回血 这样的训练命图 一定要有 给大家提升队伍龙错 命图回想 优先级推荐 末日团荒 大于素描长刀 大于胎带有奖 两个命图回想都很重要 打boss前一定要拿满 三中要利用头子 多刷出奖励 以及冒险断塔 获得近藤人多的奇物 诸如奖励 但是范园 作为乐者的命图 三中还是比较拼脸 简直是低血压患者的福音 八 反育 试试角色隐约 清雀 没有这两位角色的话 不建议大家组完反育 阵容搭配上 可以选择主席加二生存 加辅助的三宝一阵容 也可以选择主席加三生存的 超刀拢错率阵容 两者其实都差不多 辅助正推荐他减 比如阴朗佩拉 合金祝福如下 此外 训练命图中的击杀回调 以及破人拉条 也是非常重要的祝福 一定要拿到 命图非常优先级推荐 几经熬刺大于刺吸口气 大于分裂物资 交出回响的话 建议两个都哪下 特别是单细的情况下 并两个都是保命的 可以很大程度上 防止主席被秒情况出现 三中组刷虫群 第二位面 一定要复制尽量多的虫群 然后只要用金头者效果 进入boss端 这样基本可以拿完 所有防御祝福 接下来战斗就轻松了 只需要保住主席 随便打动了通端 所以大家觉得 哪在命图最容易通端呢 这里大家也要做出 三连端做的兄弟们 都能单抽筋 超自己想要角色装罪